人生赢家本周进行的西班牙超级杯,梅西带领巴萨基巴勒老对手赛维利亚,夺取这座冠军后,梅西在职业生涯,拿到了33个俱乐部层面的冠军,那么梅西的33个冠军又多么伟大呢? 数据显示,进入了21世纪以来,梅西一人拿到的冠军数甚至比黄马,白人,麦莲,有人这样的四大连三顶级豪门都要多,梅西是足弹成功者的代名词,他就是人生赢家,33个冠军,要梅西超越伊涅斯塔,成为阿萨队时尚拿到冠军此数最多的球员,33贯不仅如此,进入了21世纪以来, 半人慕尼黑一共才拿到30个冠军,居然比梅西一人还少三个,而同期,黄马夺得的冠军数是26个,也比梅西一人拿到的冠军数少,而麦莲夺得的冠军数是25个,尤兰拿到的冠军数是18个,阿尔维斯37贯梅西在巴萨一线队渡过了13个赛季,而他拿到33个冠军, 这绝对是非人类的成就,这说明了梅西的伟大,即便是一些伟大俱乐部,在进入21世纪来的夺冠次数都比梅西少,可见33个冠军有多么逆天,26冠在世界祖坛的历史上,夺得冠军次数的是两名巴西人阿尔维斯科马克斯维尔, 他们的渡冠次数都是37次,而考虑到梅西的年龄,他超越两位巴西球星只是时间问题,因此,梅西很可能成为足坛历史上的冠军王中王,足坛冠军绑期间为止,C罗的冠军数是26个,虽然比梅西出道早了几年,但是C罗的冠军数却比埃根廷人少了7个,最新文章, 后C罗时代黄马靠BBA多欧洲超级杯拉莫斯一席话透着人走查量观点,梅西退出国家对不等于莫夫,特雷斯,外界批评让他含心无惧婆媳矛盾,乔治那温柔是爱C罗隔空挑战C罗母亲,C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